手工娘生定制 不只提供客人幸福 也需要客人的幸福 一般台湾男生在定制这边还是属于新手 很多人没有定制的纪念 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给一些专业的建议 那像是我们会根据他的需求 他什么样的场合 什么样的使用以及季节性 甚至是他是室内或是室外 我们都会去给他一些面料上的建议 然后当然最主要还是他的喜好 一些客人不会注意到的细节 我们会帮忙做一些提醒和建议 譬如说像是领花 或者是你的扣眼线要不要换一些颜色 甚至是你是官用手是左手还是右手 这都会关系到你内带的配置 以及方便性 那像这样子的话 这是手工订制西装的不同之处 很多客人后来都变成是好朋友 那我相信这是取决于我们一开始的服务 得到他的信任 一般的西服店都是老板兼师服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专业性的翻工 所以我们前面有关于你时尚面或是你的风格 你想要怎么样去塑造 以及什么样的推荐布料 我们是由专业的时尚顾问去做推荐 可是关于你西服的制作以及你的版型的设计 我们会交由自身的老师服来做的 那像我们也很多的老客人进来 他甚至都不用问过我们 他自己翻布料 自己翻布本 然后自己查价格 因为我们所有的价目都是公开透明的 选择手工订制就跟选择投资伙伴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先建立新乐 然后才能为你提供最好的服务 就算你完全不了解这个领域也没有关系 只要选择可靠的伙伴 我们都会用专业的眼光 给你最好的品质